从2020年12月底开始这个YouTube频道做视频 到现在已经一年出头了 既然我这是一个主要谈钱的频道 那这个视频就来说说我的 这个目前大约7000多订阅的小小的YouTube频道 2021年这一整年一共赚了多少钱 还有再说说我做YouTube这一年多来的一些心得体会吧 其实做YouTube跟我平时经常说的投资 在很多方面有相通的地方 其实我也还只能算是一个新手YouTuber 但希望我的分享对那些对YouTube有兴趣 有志于成为YouTuber或者刚刚开始的人有所帮助 如果你只关心数字呢 那么我就直接给出答案 2021年我的YouTube频道的所有广告收入是4189.92元 货币种类是澳大利亚元 就算成美元大约是3000美元 人民币大约是19000块 需要指出的是我的频道是做了大半年以后 一直到了8月份才被YouTube批准获得盈利的资格 所以加起来盈利的月份也就从8月中到12月底 总共4个半月 除了广告收入 其实经营一个YouTube频道还会有一些其他的收入 比如我接过几个赞数商广告 还有推荐一些澳洲金融产品的开户会获得一些奖励 不过当然我推荐的都是我自己觉得值得信任或是自己正在使用的产品 也不会给观众带来任何额外的费用 其实我平时会收到很多商家的合作请求 绝大部分都被我回绝掉了 比如一些我觉得不靠谱 自己也不感兴趣的金融产品和平台 对大多数YouTuber来说 最简单最直接的收入来源应该就是YouTube广告 在YouTube上开始赚钱,是需要达到一定的条件的 一个新的YouTube频道要累计达到1000个订阅 和最近一年4000小时的观看时长 才有资格申请加入YouTube Partner Program 那YouTube的收入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呢? 有两个数字起到了关键作用 一个是CPM,另外一个叫RPM CPM是Cost Per Mile 每1000次广告展示广告商负责费用 所有得到的广告收入,YouTube要收取大概45%的佣金 剩下的55%归频道主所有 再去掉一些无效播放等等的因素 就会得到最后实际的一个数字 RPM,Revenue Per Mile 每1000次视频观看YouTube实际最终得到的费用 大部分YouTube频道CPM在10-20美金左右 应该都是属于正常的 我的频道的CPM是32.49澳元 相当于大约23美金 应该是比大部分其他的YouTube频道略高一点的 CPM其实每天都在变化 每个视频的CPM也会不一样 这个32.49澳元的数字 只是我的频道在2021年的一个CPM的平均值 据我所知对CPM有影响的 也就是影响一个YouTube频道赚钱能力的 首先有地区的因素 由于我的视频内容的关系 看我的视频的观众大多数是来自澳洲的 还有一些比较小的其他比例 比如台湾、美国、香港、加拿大等等 全球CPM比较高的国家 基本上是澳洲、美国、加拿大、英国等等 这些欧美国民消费比较高的国家 因为不难想象,广告商同样投放一个广告 在美国投放比起像比如泰国这样的国家投放的费用 肯定会高很多 另外就是视频内容、观众类型等等因素 我的频道讲的主要是投资理财、房产、股票、基金等等内容 看我的视频的观众群体大多应该也是属于收入情况比较好的 有能力和意向投资的年轻人或者中年人 所以在我的视频里投放的广告可能也会跟金融、银行、证券、保险等等相关 而这些广告愿意付的广告费通常也会比较高 当然CPM还会受一些其他因素的影响 但主要应该就是我上面说的这几个因素 说到YouTube视频里的广告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的是频道主是不能决定观众打开一个视频 是不是一定会看到广告或者什么类型的广告的 这个是YouTube根据它强大的算法根据观众来决定的 YouTube属于Google,在当今这个信息时代 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是Google对我们的了解 很可能比我们自己还要多 比如你最近想换车 在Google上搜索了一些汽车品牌型号的关键词 那么马上接下来当你看YouTube视频的时候 你完全不必为视频里就出现了你喜欢的车子的广告感到惊讶 频道主能控制的是广告出现的类型 比如最常见的可跳过广告和不可跳过广告等类型 频道主还能控制广告的数量 但必须是时长超过8分钟的长视频 就能在视频中间插入多个广告了 以上就是一个很简单的YouTube赚钱的介绍 最后说说我做YouTube至今的一些粗浅的新的体会吧 在视频开头说到做YouTube其实跟投资有不少相通的地方 主要我觉得有这几点 第一,想做什么就马上开始,不要拖延 我一开始做这个YouTube频道其实并不知道自己的方向 只是有一种想创作和分享的欲望 所以就边学习边开始做视频 投资也是一样,我听过很多采访成功投资人士的podcast 当主持人叫他们给投资新手一个建议的时候 往往他们给的第一建议就是start early,开始做最重要 然后边开始边学习,如果你一定要搞懂所有的东西在行动 那么你可能永远也开始不了 第二,一开始会很慢,完全看不到效果 我在发最初的几个视频的时候根本就没人看 到后来第二个月每天的观看量也就仅仅是个位数而已 随着视频越发越多,观看量也逐渐慢慢的增加上来 就好像我以前说过投资的复利虽然威力惊人 但一开始是最慢的,能看到明显的成长往往需要花很多年的时间 第三,不要害怕失败 其实没有人知道,除了现在我这个安迪龙的投资频道 我之前还做过三个其他的YouTube频道 一个是德州扑克相关的,一个是绘图和设计软件相关的 另外一个是画画相关的,虽然那些后来没有继续做下去 但从那几次经历中学到了很多东西,所以投资也一样 我之前说过新手投资肯定不会一开始就一帆风顺 会犹豫和怀疑自己,除了极少数特别幸运的人 没有人一开始就能立刻成功,所以学习一样新的东西 尝试,失败,再学习,再尝试,几乎是所有人的必经之路 其实任何你尝试过的事情,学习过的知识,都不会没有用的 就好像我最敬佩的人之一Steve Jobs在一次演讲中说的一个概念 Connecting the dots,他年轻的时候就大学辍学 但是去旁听了一个当时完全没有用的美术字体设计的课程 纯粹只是因为他的兴趣爱好,但没想到若干年以后 被用在了当时的苹果Macintosh操作系统的设计里面 第四,要有长期的眼光,如果你去看任何一个比较成功的YouTube频道 绝大部分几乎都已经做了好几年,发了上百个,好几百个甚至于几千个视频了 一夜成名的YouTuber当然也有,但就像一夜暴富的人一样,少之又少,而且很难持久 所以如果想做YouTuber,有一个长期的想法和目标很重要 同样,投资的目的如果只是一夜暴富,或者赚一票就走人 那么很可能失败的概率会比较大 我一直比较相信慢慢的变幅,get rich slow 就像那个龟兔赛跑中的乌龟,虽然跑得慢 但只要不停下脚步,肯定会到终点 第五,做好自己能控制的事情 作为一个YouTuber,我能做好的事情就是脚踏实地,做好每一期的内容 我没办法控制视频发出去以后,会不会受到平台的推荐? 有没有人看?因为那些是我无法控制的因素 但我相信任何人,如果长期输出优质的内容,那必然会被人发现,会取得一定的成果 投资也是一样的道理,用已经被长期历史所证明的好的投资方法一步一步去投资 比如说我比较推崇的定投指数基金的方式,但是你无法预测更不可能控制短期的市场走势 但长期来说,你必然会获得好的汇报,其实投资就是这么简单 好了,希望本期的分享对你有用,谢谢你的观看,再见